花岡国中九年级学生罗千勤小学的时候诊断出脂带型肌肉失养症 随着身体恶化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必须仰赖轮椅来移动 而且只能够申请在家自学 不过喜欢画画的他不放弃自学电脑绘图和程式设计 展现了不像命运低头的可归精神 荣获今年的总统教育奖 也是花莲县唯一获奖的国中生 罗千勤国小四年级诊断出脂带型肌肉失养症 当时外观与常人无异却无法行动自如 为此父母辞职卖掉新北房子举家搬到花莲 也期盼让千勤改善过敏 任人喊病让千勤身体每况愈下 透过家人鼓励千勤开始复健水用住行器及轮椅 尽管去年起无法上学申请在家自学 却也从电脑绘图中开启另扇窗获得情绪的抒发 创作这部分就是我就每天都很努力的逼自己 一定要创作出一些作品出来 然后这些作品也可以去鼓励更多人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然后身体的部分就是我每天都要很努力克服 比如说行动上的障碍啊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困难 像爸爸妈妈也帮我很多忙 但是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林毅老师 这个学生他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 其实他反而让我们学习到更多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孩子一开始真的就是坐在轮椅上 那因为我们本身教特教 很多的孩子行动不变或是一些学习不变之后 常常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放弃 但是千勤从头到尾没有让我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令人值得学习 所以对我而言这样的孩子只要有任何的机会 像是个人展或是也帮他争取这个辅导处的一个设计 那还有就是这次的中红教育奖 我觉得我都只是做我该做的 对而且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那真的这点也是要很感谢学校 就是校长主任真的很百分之百的支持 所以很多事情才可以放手地去做 肢体的限制 无法击倒他对绘画的热爱 无法长时间握笔 改学电脑绘图及程式设计 花岗国中也邀请千勤为学校办公室墙面设计彩绘 去年底还在校内为他举办个人作品展 展出他的多元创作 比如说怎么制作游戏动画这类的 然后怎么样写一个网站 他都蛮有兴趣的 然后教他程式怎么写 程式这种东西就是你如果看得到画面变化 而且他最棒的就是他可以自己画那些动画 然后让他可以动起来这样 他就一直很想说把他现在的那些图画 一开始他是做贴图就是那种类贴图啊 这种静态的画面 那后来他就想说我的东西一直都是静态的 有没有办法让他可以动起来 那后来就想说怎么弄成那种就是动画 做动画类型的 然后后来就想说觉得这样好像不过瘾 他就问我说怎么样让他可以有互动 跟人有互动这样 就是你的画面跟你的观看者有一些互动 他就说那我们不然干脆做一个游戏好了 因为他自学嘛 所以我们课程什么都是自己安排的 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蛮难的 可不可能说一个学习两个学习这样就学完 可是他因为有本身有兴趣 所以他会一直觉得虽然很难 可是他还会一直一直去吸收这样 所以就觉得好像这样还蛮好的一个方式 这样让他可以学习这样 个性乐观开朗 也一度因行动限制 感到人际及科业的挫折 但仍困不住他坚强的心灵 先请表示 未来希望继续朝多媒体和程式设计努力 发明让自己行动自如的机器 帮助跟他一样行动不便的人 做这个幅画的理念就是 我想要像一只蝴蝶一样 破茧而出 就是去突破那个茧就像是我遇到的那些困难 绘画的部分 我觉得我的技术还要再更精进一点 但是我目前想要更努力的方面是城市的部分 还有那个得奖的钱 我想要用来就是研发一些机械手臂之类的辅具 想要做什么用 如果研发出来对自己的行动能力也是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 今年总统教育奖公布得奖名单 花莲县共有三人获奖 都具备不放弃的精神 包含中度听障的花莲市驻强国小陈乔宇 副理商格格带教养家庭的东里国小女竹队长潘宇彤 都展现在逆境中奋斗 令人动容的生命股市 记者长帮眼火联士报导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